從今年的一月份開始呢 國軍異物異恢復到一年制 那麼首T次的異男就在今天來入伍 只見屈公所謂的異男 大家排隊等候來上車 現場家人女朋友一一不捨陪同送別 只不過比同學晚出生幾個月 這個兵呢得多當八個月 就異男受訪說坦言了 說心裡還是有點不適滋味 但是也只能夠坦然接受 不過也有人看法很樂觀 認為就當作磨練 對著遊覽車上的人 揮手道別 目送他們離開 他們搭上這輛車 不是要去哪裡玩 是即將開啟一趟人生 難以忘懷的旅程 而且時間足足 長達一年 面無表情 心裡忐忑 好幾位大男生們 有的已經先踢了平頭 對他們來說 入伍服役 真的是要前往另一個世界 首屆一年制 異物異一男 25號正式入營 有些人比同學晚出生幾個月 當兵四個月 瞬間變一年 看著別人再看看自己 也完全笑不出來 他們都是在笑我說當一年 然後你現在晚點出生 你看同學當一當 你現在換去當一年 我也沒什麼話可以說的 就乖乖當一年 我的想法就是 趕快當晚 然後進去當作練身體 這樣子 利用這一年的時間 讓自己變得很強壯 勉勵的話語 張官致辭 都說加油 但異男們心情要調適好 還得花上不少時間 離開的這一天 除了爸媽來陪同 也有人的女友 專程十八相送 政策的改變 身邊親人也只能接受 那也沒辦法 他也只能當 本來說九十五的 怎麼就變成九十四的 對 有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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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希望他們就是可以 就是趕快當第一批 就趕快退伍這樣子 我們都當過兵嘛 當過兵就是 就跟我們以前軍旅生活 就應該大同小異 一一不捨說再見後 隨即進入營區 2005年元旦後出生的男性 國軍之旅多出了八個月 正式展開長達一年軍旅生活 是倒楣還是磨練 該來的總是躲不過 記者袁華 台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